讲到列车出轨撞击意外 大家脑中联想的肯定都是 2021年4月的泰鲁阁号出轨意外 但我今天要讲的是发生在 2012年1月17号 桃源县杨梅的浦星平交道事故 同样也是撞击到轨道上的车辆 同样也是泰鲁阁号 而在背后同样也是英雄的故事 平交道柵欄已经慢慢放下 一辆砂石车却还是装定平交道 没想到放下了柵篮 却刚好卡在车头和车身之间 砂石车被迫停在铁轨上 停顿不过才十几秒的时间 高速行驶的泰鲁阁号 就直接冲撞砂石车 当时从彰化田中准备开往花莲的 台铁278次泰鲁阁列车 正准备要通过平交道 但映入机车掌蔡崇辉眼帘的 确实阻挡在平交道上的砂石车 他马上拉下私人罚 设法要煞住列车 但缓冲距离太短 列车仍然一面撞上 整列泰鲁阁列车就这样 拖行着砂石车的后车斗 将近300公尺 一路撞进了补星车站月台才停止 前三节车厢完全脱轨 铁轨电车限杆断裂成两节 撞击力道相当猛烈 列车掌平安无事 只是嘴巴上有些擦瘦伤 列车上的乘客多达20几人受伤 幸好全部都没有生命危险 砂石车驾驶 彭泳庄呢 事故发生后 他人间蒸发了一个多小时 最终仍然被警方给逮捕 在法庭中 彭泳庄变称 警令浩志没有正常运作 才会导致他卡在平交道上 但经检察官调查 浩志是一切正常运作 是彭泳庄在第一时间 竟然选择去跑去 硬搬炸篮 而不是按下紧急按钮才会念货 最高法院以业务过失致死 判处彭泳庄 两年六个月的徒刑定验 至于民事赔偿责任 他得和多顺同运公司 连带赔偿台铁 新台币2.1亿元的巨额赔偿 至于家属部分 也得赔偿超过300万元 但画面转到列车头 这个结构严重变形 更不用说还坚守在 驾驶室的蔡崇辉了 当救难人员发现他的时候 蔡崇辉倒卧在扭曲的驾驶室 唯独缺少了左小腿 原来遭到强烈撞击后 蔡崇辉整个人被撕裂 但左小腿还在驾驶座上 意味着直到最后一刻 他仍然坚守岗位 英勇训施了他 保住了列车上 所有乘客的性命 根本来不及跑 那个瞬间太快了 他根本来不及跑 所以他的脚在这边 还在座位上 他的身体已经到后面了 重回事故现场 泰鲁格号驾驶蔡崇辉的太太 再也忍不住悲伤 不停流泪 儿子抱着爸爸骨灰 强忍悲痛 家人心中的好爸爸 好丈夫再也回不来了 来这里要把你烟魂 回来我们庄化去 没有想到这次真的不能团聚 接到的节日愿 我只能说他很静止 而且对家里也蛮照顾的 也蛮负责的 机车长蔡崇辉 在1988年进入了台铁 从维修列车的技术助理 一路升任到了机车长 认真负责的他 总共15年的行车规章测验成绩 由11年是满分 技术测验43年满分 更获得荣誉成务员的最高肯定 也因为优异的表现 被提拔为训练新进司机员的教导员 是同仁心目中的楷模 这是张望提务段最优秀的司机员 他的委员都很随和 热心工作他都是教导师傅 心境人员都是他在教导的 蔡崇辉因公殉职 是第一个覆盖台铁荣誉陆旗 是第一个提报入寺中列词的机车长 但讽刺的是 他也是台铁第一个用生命救人 却被政府质疑的悲剧英雄 原来家属和台铁极力替蔡崇辉 争取最高等级的冒险犯难 加击50%的抚恤 但权虚部却认为 蔡崇辉当时是想要逃离现场 而且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 到底蔡崇辉有没有坚守岗位 顶多属于C级的执行职务 发生危险 只愿意加击25% 妻子不愿忍气吞声 因为这是他们得极力捍卫的价值 请权序部还给我先生应有的荣耀 你要的不是那 我要的不是在乎那几趟 因为他曾经托梦给我 叫我帮他讨公道 是 他说真的我对铁路我都不熟 所以一些资料都是我四处去收紧 四处去拜托人家给我 而且证人也拜托 四处拜托他出庭 但是权虚部也是开庭 都是第一句话 你有当场看到他操作吗 为什么我们国家 一直要加属于证 要我去证明说我先生是坚守岗位 原来是要逃离现场 权序部你竟然一个驳回 跟华晏一个判决 对我司机人对我蔡机长 是一个人格上相当大一个侮辱 我要讲跟边事合一 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 2014年1月16号意外的两周年前夕 宣续部大翻案 重新认定蔡崇辉符合冒险犯案 因公辅恤的条件 蔡崇辉的荣耀 家属的遗憾终于获得平反 你所交代的事我有做到了 谢谢 而在权序部翻案的隔天 也就是意外发生的两周年 台铁全线列车驾驶 自发性的串联 在当天的十点 全国同步鸣笛 对蔡崇辉的英勇情操 至上了最高的精益 全台50辆火车鸣笛5秒 不只追思 更为了还原蔡崇辉 在撞击前的最后5.5秒 经手岗位并未逃着 一名舍身救命的台铁英雄 竟然沦落到被政府认为是 临阵脱逃的懦夫 幸好最终获得平反 夺回蔡崇辉以及家属 应有的尊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